歡迎來到JU的頻道 哈囉大家好我是CHU 我家廚房最近有一點點的暖 我等一下來稍微整理一下 今天的重點不是在於整理廚房這件事情 我等一下來準備一頓早餐給選吃好了 今天來做一點讓他心動的小舉動 我這個人從小到大都沒有下廚過 有啦就是開始做Youtube會下廚啦 然後 反正就我自己慢慢摸索 然後看家裡有什麼食材就做給他吃 希望他會喜歡囉 今天來煮粥 粥我有上網查了一下就是 他可以用那種好像鍋子去煮粥 會比較麻煩 所以我今天是用電鍋煮 就直接丟進去煮就好 今天就煮一杯米就好 用這個裝個一杯吧 倒進這個電鍋裡 有人說啦就是煮粥的這個米啊不用洗得太乾淨 可是我們家這個米好像放滿久 裡面有蟲蟲 我覺得很可怕 你們看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啊 就是有很多一點一點的 那個人現在是米蟲 好可怕喔 我們還是洗乾淨一點好了 所以等一下我吃到蟲 之前我在外面餐廳吃飯的時候 我有吃到蟲過 我大概洗了三次了 我們煮粥啊它的比例啊 米飯加水的比例是1比8 所以我這邊一杯 所以我要加8杯水 1 2 3 7 因為我不喜歡吃太水的稀飯 所以我加7杯好了 開煮出來會變怎麼樣子 因為有些稀飯煮出來上面 還是會有一些水 所以我不太喜歡 所以加7杯 然後接著呢 再裝一杯水 倒到電鍋裡 把這一鍋放進去 然後開 加蓋子 這個大概等個 40分鐘就會跳起來了 40分鐘跳起來以後 我還會再稍微等個10到15分鐘才會吃 就是再稍微燜一下吧 我覺得好像還比較好吃 接著呢 我們就準備食材 然後還有稍微整理一下我家廚房 這樣 煮一下 烤死我了 我整理的差不多了 就是小整理就好了 然後我的粥剛好也用完了 我好像整理了40分鐘這樣 然後現在就要來開始準備一些小食材 就是配粥吃 很簡單 我家只有這些東西可以吃 就是脆瓜、肉鬆跟蛋 然後這邊還有麵筋 等一下可以配著粥吃這樣 那我們先來用最複雜的炒蛋吧 我跟你們說我最不會的就是攪蛋了 我從小就沒攪過所以我不太會攪 所以你們不要笑我 是不是煮個水好了 好熱喔 我剛才把廚房刷了一下 會髒 好 每次煮啊都不輕一下 好啦 我們來煎蛋蛋 不知道多少油 唉 我太會下廚 感覺要很多硬 好像又太多了 算 因為我沒什麼下廚經驗 所以我的火都不會開太大 好 炒蛋的話就隨便亂炒就好 就這樣晃燙就好 很簡單 這樣有美嗎 還不錯吧 那我剩下就把那個 已經是半成品 唉 已經是全成品了 把它倒在牌子裡 我們就可以開動了 我們來看一下我的周煮的如何好了 新話我加了少一杯的水 煮的還不錯 還不錯耶 它也是會有少許的水在裡面 但是應該還好 到時候飯放酒就會吸收掉 這個還不錯 少一杯我覺得還不錯 如果你們喜歡水多一點 再多加一杯就好 耶 終於煮完了 大概花費一個小時吧 如果你買一些現成的東西啊 然後炒個蛋 煮個週大概就是一個小時啊 所以就是很簡單很簡單 一個小時就可以弄出早餐 看你越不會越花這個時間 而且你那個煮早餐的過程中 你還可以整理廚房 多棒 薛你到底要不要起床 我沒有錄你啊 我只是問你要不要起床 好啦 我自己做片尾好了 因為我們家睡還在睡 所以就是 好啦 這樣的感覺很像是一種 很平價的一種感覺 有沒有 就是 可是還蠻幸福的 就是早起弄個早餐 給西安的人吃 然後他睡得跟豬一樣 那我今天的影片結束了 今天就是告訴你們 就是 電鍋煮之後真的超方便 這個我想拍超久的 喜歡影片的話喜歡 不喜歡不喜歡 叫Q吧訂閱我喔 我是謝Q 大家好們 掰掰Ryu 訂閱 我需要你的訂閱 訂閱 訂閱喔